子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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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到哪里去了 你怎么哭了 谁欺负你了 你怎么了子萱 我哪里在哭了 我根本是在笑 我在笑我自己 我在笑这个士气 我在笑那个自作聪明的王子萱 她以为她在感情上 是瞬间无瑕的 其实 人家刚问她 是别找回旧妻子 子萱 发生什么事了 是鼓于浓吗 太赖了就麻烦了 难道 你们没有这样想过吗 想 想过什么 想过什么呀 你们对我要抱怨 什么样的心态呢 反正我妈子萱 就是怕她心态 王子萱 就是任性妄卑 她的好方 她的感情 都不需要遵徒 是不是 是不是 你今天事怎么了 你没有喝酒 为什么讲话语无人说 富富天天的 搞不好中了血 冲犯了什么鬼神啊 对 我就是中了血 冲犯了鬼神 不是我中了血 我也没有好不到大力去 你这天子第一号的大傻瓜 被冲犯联手欺骗了 怎么就还婚上回去 你这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这么说 你她都不明白吗 你那温柔可人的杜倩倩 难道一点技巧也没跟你表明吗 你不是上他们家去过了吗 难道她一点实话也没告诉你吗 哥 哥 你那亲爱的杜倩倩 其实在玩弄你 她从来就没有爱过你 她爱的 其实是温柔 她们现在如将四季 你有一身心 我爱天命的河 你那都不明白吗 爹怎么可能 再怎么可能 教教队 两个人一起不上烟雨了 越是逼着我们谈天爱去 果然是真的 我说过,有人看到芊芊回来了 其实根本就是看到她和洛宏在一块 我还当她是误传、谣言 不愿意提起来 不要再提侯家住了好不好 我根本不想提侯这种事 你不信 你不信去看看杜倩倩 她在她身上赐了一朵什么回来 一朵红美 哥 你不要再为她致命了 你醒一醒好不好 红美 什么红美 你从来没有讲过这件事对不对 但是 那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红美 红美代表的就是梅若红 杜倩俏 已经把梅若红磕在她的心板上了 你听清楚 那不是画的 那是刻的 那是用针 一针一针 刺激她的肉里的 你说的是刺青吗 我听说上海有人会这玩意儿 千真到上海 难道就是为了做这件事吗 这样怪异的行为 我还以为只有我们最马花会的人才做得出来 这杜倩俏是那样的一个官女孩 怎么会这样做呢 看来 她爱梅若红 也等于是亲眼看见的 我已经看见了梅若红为千真画的那幅画像 那朵红梅 就浅在了千真胸间高心脏的肌肤里 梅若红也轻功向我承认了 杜倩倩为她赐了一朵红梅回来 所以她们就相爱了 她们就什么都不够了 你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的 娘 快从那个循环布施的梦里醒来吧 不要再傻 不要再吃了 有谁可怜你呢 无法自拔 有谁关心你的痛苦呢 你已经伤害高深了 你为自己保留最后的一点尊严吧 不要再去找杜倩倩了 大家彻底都忘了掉吧 师父 师父 走 走 你给我去说清楚 在你们家恐怕不方便 我们到外面说回去 走 子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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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你抓得我好痛哦 子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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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自己走吗 你抓得我好痛哦 你还知道什么叫痛 如果你体会到此时此刻 我心里痛苦的半分之一 你就不会认为这叫痛了 你给我走 子墨 你放开我吧 子墨 子墨 放开我的手吧 走 子墨 你说清楚 我们这间到底怎么了 突然避而不见跑到上海去 又是为了什么 你说 真的是为了你爹你娘吗 你 你都知道了 我知道什么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一直被你们忙在鼓里 你当我瞧瞧你身上的后面 你去瞧瞧我就明白了 子墨 你放开我 我倒想看你多么强烈的感觉 你多么想想想 子墨 你说什么 我一针针地死在身上 我这是要世人宣告你伟大的爱情吗 子墨 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 我瞧瞧你不要这样子 子墨 子墨 走 子墨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果然是一朵红美 或者雪梨刺成的一朵红美 你已经爱她有这么深 有这么深了 我对不起你 上次你来我家 我就想跟你说明一切了 但是 我娘一再堵住了我的口 不让我说 这些日子以来 我一直住在很低落的情绪中 你很照顾我 对我很好 我真的很感激 感激 你居然用感激这两个字 你知道我晓得根本不是感激 我才晓得 我只是你的一个玩偶 一个美女姐妹 度过情绪低潮的玩偶 不是的子墨 不是这样子的 还是 你根本无视我对你投入的感情 认为我可以想方就方想招就手 不 不是的 我知道你对我用情很深 我几次想要对你说明实情 却几次话到了嘴边又说不出口 实在是怕伤害了你啊 但是我现在想清楚了 我再不悬崖勒马不行了 趁着大家还没有掉到谷底以前 赶快让你知道真相 我想这种伤害 一定比将来大家粉身碎骨的伤害 来得轻微多了 是不是 你以为我还在悬崖上 我告诉你 来不及了 我早就滴入谷底 我早就被你伤害得粉身碎骨 不会的 子墨 这绝对不是世界末日 对不对 你一定还会遇到比我更好 更适合你的女孩的 那是因为你还没尝过被欺骗 被利用被玩弄的滋味 那种滋味 充满了愤怒 充满了药牌 充满了不彼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欺骗你 更不要说利用了 真的子墨 请你相信我吧 也许是我太单纯 没有想到那么多 但是我真的是把你当做 很好很好的朋友 也许在你对我的感情里 我无法测量哪些是爱情 哪些是友情 所以在我眼边上今天这种 无法收拾的局面呢 没有理由 没有欺骗吧 那么你告诉我 你是什么时候爱上没有红的 一开始 还是跟我交往之后 还是去上海刺青后才发现的 一开始 一开始你明知道 你怎么还能跟我那么大的换家 那么大的集团 你一开始爱的是他 你怎么还能瞒着我跟我交往 让我越陷越深 让我的感情越浮越多 直到收不回来 再狠狠地一脚把我给踢开 如果你一定要利用一个人 来弃出没有红的感情 那你也没有必要找上我汪子墨啊 你可以到大街上随便找一个男人 给你演演媳妇就好了吗 你怎么能这样 怎么能这样有预谋的先往于万简不复呢 子墨 我完全是无心之过 绝不是什么预谋啊 王子墨 你根本没有把我汪子墨当人看 谁都会受伤的 你不知道吗 我这 你根本不认为我汪子墨也有自尊 可以任你踩他 我自信不是像狗鱼龙那样钻牛角尖的人 我也相当明白 感情是不能强求 感情也会褪色的倒 所以 如果你在跟我交往之后 发现我们不合适 才又爱上没有红的 但我也只好知难而退 我的分也不会这么多 我的不贫也不会这么深 你知不知道啊 我知道 我现在才比较知道 太迟了 是吗 你不肯原谅我 是吗 你原谅我 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 我再也没有办法整理出自己的思绪 我现在只有满城的悲愤 只有一句诗你才知道 我本将心凭明勇 奈何明月照勾去 我对你 对我 始终是一片赤字 一片光明磊落的真心相待 没有想到 得到的傍者 却是你们的联手欺骗 你 怎么好 原谅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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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你怎么梦的 我的天啊,你找人抢了吗 没事,真的没事,你不要管我,没事 你受伤了,流血了 没有,真的没有 你弄得这样乱七八糟的回来,还说没有 有没有个其他下人瞧见呢 走,到房里 叔,发生了什么事,谁欺负你了,是谁 谁那么大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你强行非礼 娘,真的没有 没有人欺负我吗 义父都撤成这样了,还说没事 难道是汪子墨,还是梅若红 我都撤了 天天,不要怕 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娘会替你做主的 你是娘的女儿是不是 你放心 再怎么样,娘都站在你这边的 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说实话呀 你为什么一直捂着胸口 你受伤了是不是 给娘看看 娘看看 娘看看 不是不是的,娘 不是你想的那件事了 汪子墨他不是要对我不礼貌 他不是那种人 他不过是想看我身上这朵红梅棒了 好,好,我给你看 就是这朵红梅嘛 这什么东西 一朵红色的梅花 天哪 我懂了 是梅若红棒你画上去的 所以汪子墨很生气 所以他们两个男人为了你针锋赤醋 大打出手了 你疯了 你怎么让梅若红在你这个地方画梅花呢 你真的是梅花 那就赶紧把她洗掉 走,我们到洗澡间把她洗掉 娘 洗不掉,洗不掉了 这是刺青 洗不掉 这是刺青 这是我请上海一个董辉华的支付帮我闻上去的 永远都洗不掉了 洗不掉 为什么洗不掉呢 怎么可以洗不掉呢 那,用肥皂洗 用漂燃机漂呢 用,用药草泡呢 用,用刷子刷呢 洗不掉 洗不掉,肥的洗掉不可 用刷子刷,我去找 娘,不用找了 没有用的 若我洗得掉 我何必苦苦去受这一阵一阵刺痛的罪呢 是啊 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受这个罪呢 难道你要带着这个罪去嫁人 对 我就是要带着这个罪去嫁人 我要带着这个泄民的罪 我就只能嫁给唯一的一个人 那就是梅若红 这段日子以来 我太痛苦,太痛苦了 我必须这么做 才能让你们明白 我要和若红厮守在一起的决心有多大 也才能让若红了解 我对她的爱是坚定不已 刻骨铭心的 娘 你一定要支持我 这辈子 我是根定若红了 娘 我和若红经过这段十日的煎熬 我们终于不再玩彼此折磨的游戏了 我们都对对方坦白了彼此的心意 我们相爱 我们真心相爱 彼此都离不开对方了 娘 你不要不说话 你不说话 你不说话又让我陷入你绝望的你闹钟了 我努力了那么久 挣扎了那么久 好不容易才争取到 倩倩 记住娘的话 不要说出去 永远都不要说出去 尤其是你爹 千万不要让你爹知道这朵红梅的事 答应娘 听到了没有 娘 如果让你爹知道了 别说一个梅若红 就是十个梅若红也多不过你爹的 你爹知道了 子墨 我正想上烟雨楼找你呢 是 我还以为你打算夺我一辈子呢 我不是那种人 我敢做就敢当 我会把事情的始末跟你说清楚 事情的始末 不过就是我栽了 栽在名枪异毒 暗箭难防上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光明坦荡人 却再也料不到你是如此的阴险 我走阳关大塔 你钻山间小径 你 你为什么不过明阵 定要过暗奏呢 不 请你不要误会我 不管是明的暗道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我一直在努力 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 可是我尽了力却仍然失败了 总之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抗拒千千 带来的那股强大的力量 你不要自言其说了 我只要确实地印证一件事 那就是从头到尾 你就这么深爱千千的是不是 是的 我深爱着他 没有 你深 你能 你有办法 你有魅力 千千要爱你 因为我没有话说 但是你从头到尾就严信不疑 说话不错话 两面做人 你 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太卑鄙 太可耻了吗 当时口口声声说她是绝缘铁 的是谁 说她要退出比赛的是谁 一天到晚恭喜我和千千 早成好事的肉是谁 你既然那么爱她 为什么不讲评 何必装大方 莫非你是在给我耍心机 故意让我不舍风 故意让我栽这么大的金头 我们相知相交五年来 以你对我的了解 我会是那种有心机的人吗 所以我说我看错了你 交错了朋友 你没有看错我 我仍然是你认识的那个梅若虹 只是在我内心深处 有一些自卑雀弄的成分 是你看不到的 我曾经就是因为这些 自卑雀弄的成分作祟 我怀疑自己不能给千千幸福 我一直逃避着不敢去爱她 可是子墨 我真的还能够再逃吗 换作是你 一个女人 为了你在自己身上 刻上了你的信实你的印记 你还能够再逃吗 如果你没有对千千表示什么 没有诱惑她追求她 天地下哪一个女人 会有这么大的勇气 去为一个男人 刻上终身的印记